满满包裹堆在物品架上 没仔细看还以为是走进仓库 双十一热潮激起购物欲 民众大采购 店员更是整理货物到手软 今年的话有一些平台 他们推出的就是优惠折扣的话 是以不限金额的方式 你就可以免运 往年大概成长个 大概三到四倍左右 但是今年有四到五倍左右 但带回家的不只是抢购战利品 还有一堆垃圾 根据环保署统计 去年网购包装材 像是纸箱和缓冲材等 就高达三万吨 因此今年十月推出了循环箱带 网购平台他会选择适合使用的 适合使用循环箱带出货的产品 消费者收到货品之后 他就可以将这个重复循环的箱带 投入油桶跟挨油箱 他们就可以做一个回收 虽然朝向环保卖进 但目前跟进的业者并不多 而且循环箱带里的产品 可能还是包着塑胶带 仍然对环境造成威胁 LOOP它是说从这个 每一个商品 每一个商品比如说洗发精 或者是说食品的包装 从个别的商品 就去把它改变成是 很容易去重复使用 然后收回来的 就像这样 不只替代了最外层纸箱 里面的瓶瓶罐罐 也都为商品客制化 全面杜绝了塑胶 希望国内也能借进国外做法 各家业者和政府 必须更积极沟通 才能从根本解决污染问题 大约新闻聆听 叶宜玲台北报导